各位好 今天這支影片是要幫大家解決一些問題 當你在網路上 自學一些音樂課程的時候 你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 例如在YouTube上面的這些影片 每一支單一的影片這些教學內容都非常的精彩 但是你卻不知道 這一堂課之前你需要具備哪些基礎 你才能夠學習這堂課 或者是在這堂課之後你可以接著學習哪些東西 你不見得會有一個很完整的脈絡 又或者是有的時候你參加一些 線上的音樂課程 這些線上課程經過精心的設計跟安排 但是每個老師他對於 進度的先後順序會有 不太一樣的 一些處置 每個老師的想法是不太一樣的 這些不同的設計方式 並不能夠對應到所有人的需求 因此在這邊我分享我的方法 其實大概就是分成幾個階段 初學階段需要學習哪些面向 每一個面向又分別有哪些 內容 那你可以自己去決定 你自己的先後順序 當然 在進階一點的階段也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安排 在這邊我先 介紹的是 比較 初學的階段 特別是針對 節奏 律動的課程 這是今天這支影片要講的 當然包含 鼓棒控制 以及其他 方面的一些 練習的面向 這我會在其他影片裡面做說明 好我開始囉 今天要講的這個 節奏課程 也可以說律動課程 內容主要講 初學的 兩個大方向 一個方向是 比較直的節奏 就是8分音符節奏 以及 16分音符節奏 等一下我會用 影片來示範一下 這些所謂的這些節奏是什麼 但更重點的是你要從 不同的音樂裡面聽出這些節奏的感覺 如果你只是練一些 這些動作的話其實 實際上 幫助有限 希望你可以透過練習 並且在 其他的各種不同的音樂風格當中 聽出來這些音樂分別屬於什麼節奏 再來囉 第一個就是 8分音符節奏 16分音符節奏 我通稱這個是 直的節奏 為什麼說他是直的節奏 因為8分音符節奏 基本上是一拍分成兩個等分 就是 1 2 3 4 1 2 3 4 大概是這樣的速度 所以你會發現速度非常的穩定 你只需要拿著鼓棒在嗨嗨上面 穩定的一直敲 基本上速度就不會 不太容易糊快糊慢 3 1 4 4 5 5 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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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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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那這也是直的節奏 因為速度 你每個嗨嗨上面的beat 是非常的穩定的 間隔非常的等距離 也不太容易忽快忽慢 這是一個大系統 當然這些系統裡面都會包含 你要去學習落下小鼓的位置 大部分是在第二拍第四拍 然後你要學習一些大鼓的 在這個一個小節裡面 不同的時間點的踩法 當然你可能會學習到一些切分音 關於什麼是切分音 我覺得有一些討論空間 我將來會用一個更清楚的影片 來為各位說明切分的概念 那除了剛剛講的直的節奏以外 有人可能會說還有一個四分音符節奏 四分音符節奏我會等一下說 因為它比較特別一點 接下來我要說的是不直的節奏 但大部分我不會說不直的節奏 我會說的是3 feel的節奏 就是三的感覺的 那三的感覺的節奏不一定是只有三拍子 它其實更多時候常常還是四拍為循環 只是它是把一拍三個等分作為基礎 例如說十二八拍或者是六八拍 它的算拍方式是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 這個是十二八拍 當然你也可以算成 one ah ah two ah ah three ah ah four ah ah 六八拍就是你也可以想成是兩拍循環 但每一拍有三個等分 可以想成是one ah ah two ah ah one ah ah two ah ah 雖然是四拍循環或二拍循環 但你就會聽到有三的感覺 跟前面直的感覺 我們講的這個八分音符節奏 十六分音符節奏不太一樣 三的感覺的節奏還包含了shuffle 我在這邊說明一下 其實我認為真正的shuffle 它不一定是三個等分 但是它會帶有三的感覺 簡單的說明就是 你在你把八分音符節奏的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的後半拍 也就是我唱的and的那個時間點 稍微的晚一點點出現 拖晚一點點 但是原本的one two three four還是準時喔 所以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會變成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這樣子的節奏 它會聽起來有三連音的省略第二個點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想成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 變成一三二三三三四三 就是一二三四 就是shuffle的感覺 但是這只是shuffle其中的一種 比較像shuffle 但是shuffle其實是有一些彈性的 那個所謂的後半拍不一定是三等分的第三個時間點 再來就是swing swing這個節奏 它跟shuffle 常常有人搞不清楚 如果你想要知道swing跟shuffle有什麼不一樣的話 歡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我會做一個很清晰的很明確的介紹 告訴各位 什麼是swing feel 什麼是shuffle 它的確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那swing這個節奏 你簡單的想是one two three four 它不像shuffle那麼規律 但是它比較強調那個比較layback的後半拍 這樣說起來好像有點抽象 希望你在實際上接觸到這個節奏的時候 你會更具體的感受到 swing 然後以及其他有一點in between feel 的節奏 有些in between feel 的節奏 有的人說那是嘻哈節奏 其實我覺得那不是一個很精準的說法 但是也ok啦 的確嘻哈的節奏裡面有很多是in between feel 但是並不是全部喔 不能完全的畫上等號 那in between feel 的節奏 有些人會把它放在比較進階的節奏去上課 我覺得這裡是有一些彈性的 的確它的需要具備的基礎比較多 所以可以放在進階的課程裡面去教 所以在初學的階段 你不學in between feel 節奏 或者是你不學所謂的十六分音符 shuffle 或者叫做half time shuffle 你不學這些shuffle是可以的 先學傳統的那種shuffle 就像前面唱的one two three four 這樣子的節奏你是可以學的 但是half time shuffle 或者是所謂的in between feel 節奏 你可以晚一點再去練習是可以的 所以初學的階段基本上也就這樣子了 我再簡單的重複一次喔 八分音符節奏 十六分音符節奏 這是一個系統 然後呢就是三的感覺的節奏 包含了十二八以及六八節奏 以及shuffle還有swing的節奏 好那最後我們來講一個就是四分音符節奏 四分音符節奏 我記得在很久以前的 在台灣的爵士鼓的 坊間的一般的老師的上課 常常會把它當成是很很rocked 那事實上它有超多的彈性 在聽覺上面你實際上執行敲擊的時候 你是一拍敲擊一下hi-hat 那你的大鼓你的小鼓敲的位置 可能大鼓才在第一拍 以及其他時間點 小鼓大部分敲在二四拍 它被強調在每拍的 one two three four那個時間點 你其他的小鼓或大鼓 或者是hi-hat的其他的音 落下的時間 很可能會改變這個節奏的感覺 所以四分音符節奏相容於 三的感覺的節奏 你可以把四分音符節奏 想像成它是shuffle 你只要偶爾的點一點點 提示一點點shuffle的時間點的 那種聲音進去 聽起來就會有shuffle的感覺 他也可以是十六分音符節奏 或八分音符節奏的變形 你只要偶爾的去穿插一些 八分音符位置的時間點 聽起來就像比較快速的 比較直的 比較衝的節奏 比較直的 比較衝的節奏 所以四分音符節奏 它是相容於各種不同的 節奏形態的 所以就看你自己心裡面 怎麼樣去思考這個 節奏的時間點 並且再適當的加入一些聲音進去 所以四分音符節奏 我覺得它是 可以說比較有趣 比較多元 比較彈性的一個節奏 那這需要在八分音符 十六分音符節奏 以及三的感覺的節奏 都學習到一個成熟度的時候 再來學四分音符節奏 你會比較容易掌握到它的潛力 今天先簡單介紹到這邊 這支影片其實 主要是針對我自己的 線上課程的學生所設計的 但是這些內容 對於所有想要自學的人 都非常有幫助 你參考這些內容之後 你不一定要在我的影片裡面找到答案 也許你可以在別的影片裡面找到相對應的 主要是今天有一個提供 課程大綱的概念 後面還有其他更深入的說明 有需要的話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會盡量的為各位服務